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理由是这样的 结果被赶出去了 先是人民日报批评了他 然后是环球日报 然后下面一些评论真的很可怕 结果人民日报还在国外 在他的Twitter的账号 他不是有一个认证的Twitter账号吗 虽然你访问不了 但是他还是有 他在账号上面说 他搞了一个民间的调查 问自己的那些读者说 你们觉得这个郭切要被赶出去 还是不被赶出去 然后人家说 95%的网民说要赶出去 我们在国外的就愣了 就觉得 首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查 而且 那5%是谁 整个这个事 好多人问我怎么看的 我觉得呀 那个郭切 他写的那篇文章 我看了 我觉得写的不太好 就是因为他本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这个点是对的 这个点值得 就非常值得关注 包括中国人 包括外国人 值得关注 但是呢 他写作的方式不好 他用了一些词 一些调子 让你觉得好像 他不完全反对 败上的那个恐怖袭击 就是我觉得 我们正常人 你 我 可能 就是正常人嘛 除了那些五毛或者啥 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 任何恐怖袭击 无论他是以什么理由 原因 目的 都是错的 我们都反对 因为恐怖袭击 他主要是对 批鸣 对吧 就是有点那种 你如果说 你反对一个政府 或者是一个体制 我们 无论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还是在德国 还是在任何地方呢 你反对那个体制 这个是你的权利 你可以反对他 如果说你觉得 比如说 我 我作为一个德国人 我在二战的时候 我在德国 我反对希特勒 这个是我的责任 也是一个权利 也是一种义务吧 就是因为希特勒是傻兵 我 反对他 我可以 想办法杀他 但是呢 我不能去随便杀一些 德国的一些百姓 一些跟他没有关系的一些 百姓 一些无故的受害者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反对那些恐怖袭击 他写的那个调子 感觉好像他可以理解 就是有点像 呃 他觉得因为那些 败上的那些恐怖分子 本来是受害者 所以说 他们那样做是一种 可以理解的报复 我觉得不可以理解 就是你 你进行那种恐怖袭击 我就不跟你站一队了 然后我就反对你了 无论你的本来的情况是什么 我反对那种恐怖袭击 呃 但是呢 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觉得他本来的点是非常对的 他的点是 他觉得呀 呃 法国巴黎的那个恐怖袭击是一种 极端主义 就是一种宗教信仰的那种 恐怖袭击 然后败上是一个民族矛盾 就是他认为败上的那些人 不是因为他们是呃 要去叙利亚呃 参加伊斯兰国 而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作为我们 我们作为这个少数民族 我们生活方 生活不好 然后我们天天受打压 我们要报复 呃 我觉得呀 为什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我说这一点是对的 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这些败上的人 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过一个 正儿八经的那种调查的那种结果 因为中国就是他不透明 对吧 就是中国国内的记者去调查败上的那个事 是很难的 是几乎不可能的 然后国外的记者去也是不可能的 就是中国总是这样的 党下的中国是西藏啊 你作为外国记者 你很难去的 你去的话呢 你很难做调查 因为人家不让你调查 就觉得你没事 但是为什么不让我调查 如果说那边没有一些脏的东西呢 你为什么那么怕我调查 对吧 新疆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那些河南的那些艾滋滨小村 你去不了 你要调查的话 很难 所以说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些败上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目的 就是进行他们一个恐怖袭击 我觉得有可能 他们确实是因为他们想去叙利亚 他们是那种伊斯兰国的那种恐怖分子 但是有可能他们的理由 他们的原因 他们的目的本来是不是那个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值得关注 因为中国共产党 他想让全世界觉得 他整个这个新疆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伊斯兰国的那种问题 就是好像所有的在新疆反对共产党的人 都是那种伊斯兰国的那种恐怖分子 就是都是一种大胡子啊 那种那种恐怖就是奔拉的那种恐怖分子 其实也不一定 对不对 在我看来 这个新疆 我去过 我去过好几次 在那边有很多朋友 我去过南疆北疆 我从这个整个新疆的徒步过去过 对吧 就到那个从新兴侠到霍尔格斯 我不觉得自己非常了解 就是因为新疆很难了解 他民族多 不同的语言也多 地上很大 每个地方都很不一样 我看到过一些东西 我跟一些当地的人聊天过 我看过一些资料 我只能跟你分享我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新疆他最需要的是更 就是更多的那种调查自由 我们看到更多的真相 我们才能了解他 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去管他 或者是怎么让无论什么政府 让一个政府去管他 怎么样才能好 对吧 我自己看到的是 我觉得在新疆啊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 无论是哪一种宗教信仰 总有一部分人是满意的 就是一部分人他觉得 新疆就是党下的这个新疆 就这样就好 就是这样 无论他是蒙古族的 汉族的 维吾尔族的或者啥 他自己觉得你还好 但是一部分人 他不会闹 他觉得OK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不好 但是呢 他的这个不好 不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一部分肯定是 因为他确实是那种 要去参加伊斯兰国的那种 那种傻逼 OK 一部分可能是那个 大胡子 然后杀所有的非穆斯林 或者杀 一部分确实是那样 但是呢 还有很多其他人 也是反对当下的这个情况 他不是那种理由 一部分是因为 也是无论他是汉族的 还是维吾尔族的 还是其他的民族的 是因为他觉得 新疆实在是太腐败了 就是跟其他的内地 新疆人叫他口里 就是口里的那些地方 什么上海北京 深圳或者啥 他觉得新疆一模一样的 也是太腐败了 这个党下的新疆 那些官员黑 整个体制很黑 我觉得 我反对 这个共产党 这样管 不是因为我是 新疆生难教的 或者是新生和教的 而是我觉得 太腐败了 太黑了 有很多那种贫富差距很大 有很多 可能 从交通方式 管得不好 医疗方式 管理 搞得不好 还有他的那个环保 搞得也不好 不是前段时间 闹得很大 伊宁那边 开始污染很严重吗 你如果去过伊宁的话 你会心碎的 我告诉你 这个伊宁是一个 如此美的地方 不希望他变成像 像河北那样的 像石家庄那样的 就真的会觉得 反对 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对吧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新疆人 只要你的身份证 写的是新疆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 包括汉族的 你去内地 口里 你要去住宾馆的话 很麻烦 真的 就是 也不一定 每一个宾馆都会拒绝你 但是很多宾馆 会看你的这个 先分针 会说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空房 然后你明明知道 人家有很多空房 但是呢 因为他会觉得麻烦 就是 也不知道你咋想的 也不知道你什么样子的人 说不定你是那种 伊斯兰叫我那种恐怖分子 或者啥 所以说不让你做 这个对他们来说 包括汉族的 蒙古族的 或者是 维吾尔族的 哈族的 或者啥 他们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知道吗 可以理解吧 还有一部分那种 我不是说不满意 有不同的理由吗 一部分人是因为民族矛盾 就是这样 就是他的共产党 他一直想让你好像 完全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他确实是这样 而且 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那种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新疆 他现在不是有高铁吗 不是有很多高速公路啊 不是城市花呀 有一些发展确实好嘛 有一些 当然带来了一些污染 和一些腐败什么的 但是呢 他这个发展 你也可以看到 对吧 这个不说明 人家作为少数民族 觉得那样好 你想想 我打个比方吧 这个 一战之前 就是大概一百年前 这个我们德国 不是在 在中国有了一个 自己的殖民地 殖民地吗 在青岛 在主要在青岛 在山东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德国 当时的德国 他们觉得 啊 我们如此文明 我们如此发达 我们如此的好 我们这个欧洲人 我们一定要 拿下所有的 就是山东的那些资源 这个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要带给他们 一些铁路 一些公路 一些新房子 一些很出名的那些 什么下水道 那种事 对吧 然后他们应该觉得 我们太棒了 因为当地的那些中国人 那些汉族人 他们实在是太落后了 太野蛮了 他们太不文明 我们带给他们的那种好 代价就是我们 要吸收他们的那些资源 对吧 他们为什么会反对我们 当时他们不理解的是 很多中国人可能会觉得 就是你的房子是好 你的公路是好 你的下水道也是好 但是呢 我就希望你滚 因为这个是我的地盘 我宁可在自己的 小平房里面待着 我也不要你的这个德国人 来给我在我的家 建一个德国的一种房子 可以理解吧 那么这个新疆呢 它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呀 我们不是有那种历史记载吗 说这个汉族人在汉朝的时候 已经在新疆吗 这些都是对的 然后维吾尔族的 也是也不是一直都在呢 对吧 这个也是对的 所以说 说这个有一个历史原因 到底谁现在新疆或者啥 这些我们都很难说 到底这个地方是谁的 对吧 有的时候它属于蒙古 有的时候属于这种哈密 以前还有一个哈密的一个小帝国 就是那种小小王国 知道吗 然后呢 我们可以说 汉族确实比维吾尔族的早 或者是比其他的一些民族早 但是呢 问题在于 这几百年 就是什么清朝 明朝的时候呢 包括民国的时候 那边的少数民族 就是我所谓的少数民族很多 就是人口 我是说人口比例 维吾尔族很多 哈族很多 蒙古族人多 汉族人总是比较少 然后现在呢 就是通过 这个所谓的新中国 被解放了之后呢 汉族人越来越多 那么无论你 两千年前 你已经有没有在那 但是呢 那些近几百年 一直坐在那的那些 跟你语言不同的 生活方式不同 文化不同的那些 他们会觉得 你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你给我带来的那些 什么高速公路啊 铁路啊 或者啥 我都不要 我想保持我的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有一个可爱的语言 我有一个可爱的文化 文学 音乐 什么服装啊 我想保持我这个生活方式 我觉得可怕 我觉得那么多外地的 就是那些口里的 内地的那些 中国人过来 汉族人过来 不同的 科家族的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民族人 过来 我觉得可怕 这个维吾尔州人跟什么 哈族人跟什么 基尔基斯族的 或者是 或者是 乌兹叶克 或者是不一样的 因为 人家其他的民族 有自己的国家 哈族人在新疆中 觉得 我反正有一个 哈萨克斯坦在那边 我的那些兄弟在那边 然后我在这 这个反正 就是 当然是我的家 我在这生活 但是呢 我的这个 作为民族的一个 保持我自己文化的一个地方 还是在那边 维吾尔州人是没有这个的 所以说 我觉得 任何 有一点点那种 同情心的一个汉族人 都可以理解 他们可能会觉得 有点可怕吧 就是 他们因为那个可怕 会觉得 他们一定要变成恐怖 恐怖分子吗 不一定 一部分人会吗 会的 确实会 像比如说 我们欧洲也有那种 西班牙不是在 他的那个 最东北部 有那个 巴斯克 组吗 有一个 就是巴斯罗纳 那个地方 巴斯罗纳 不是有 他们说的一种 不同的一种语言 不是西班牙语 然后他们其实 一直想赌地出去 一直从 七八九十年代 一直那个时候 一直有那种恐怖袭击 就是 杀一个 记者 杀一个 律师 杀一个什么 政客或者啥 一直发生那种恐怖袭击 我们都会觉得 你有一种民族矛盾 西班牙 你有民族矛盾 你需要解决 我们反对那些恐怖袭击 但是呢 我们还是会看到 一种理由 对吧 这个不说明 我们支持那些恐怖分子 对不对 然后法国 就是郭切 自己的祖国 他不是法国 你记者吗 法国也有那种问题 他本来在 他的西南部 对 西南部 西南部也有那种问题 而且他不是有一个岛吗 叫 Korsika 叫 柯西加 柯西加岛 他本来那个柯西加岛 好像以前 拿破仑的时候 好像主要说意大利语 然后本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民族 一个自己文化 自己语言 结果呢 被法国拿下来了 然后一直到 好像去年 那还有一个那种恐怖的那种组织 说我们是为了独立 我们反对所有的那些反卫 然后还是会搞那种恐怖袭击 它是一种民族性的那种 那种矛盾 然后他们的那种恐怖袭击 我们反对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理由 对吧 这个新疆的那些 民族性的那些问题 我的点是 它不是一个 只有中国有的那种问题 很多地方都会有那种问题 但是主要是你怎么看待它 你怎么解决它 这个柯西加 柯西加岛的那个 那些恐怖袭击 他们越来越少 然后好像 去年还是什么时候 他们还宣布说 我们就放弃了 我们不要独立了 就那样吧 就是好好过日子 说不定就是 任何其他的地方 也可以那样解决 不是苏克兰还搞那种 搞的一个什么那种选举吗 投票 说我们要不要独立 结果呢 百分之五十多 就是五十多一点点说 我们不要独立吗 也是一种方式 好像 我刚说的那个巴斯克 就是西班牙的那些 本来想独立出去的那些人 他们本他们好像这几个月 也要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要独立出去 或者是 我觉得呀 这个民主性的那种问题 他我们如果看清楚了 他的理由 我们不要偷换概念 我们不要说好像 因为他反对政府 他一定是恐怖分子 或者是他不一定是 如果他是恐怖分子的话 那他是恐怖分子 但是如果他是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看到他的理由 他到底是因为他是 极端主义者 或者是他是 就是不高兴 就是那种 任何地方都会有那种 因为被腐败 或者是被一些其他的事情 惹到的那种不高兴 而是 还是他是因为那种民族问题 或者啥 我们这些看不清楚的话呢 所有这些事情 都不是特别好解决 然后我觉得啊 郭奇的他的那个点 是非常对的 是很重要的 他被赶出去了 我觉得中国政府 我不知道是谁决定了 是谁决定了 把他赶出去 我觉得是帮得到嘛 就是因为 现在呢 全世界都在看到 你本来不想给全世界 看到的那个点 就是你的新疆 有一个问题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